6月9日零时至13日15时 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228例感染者 其中天堂超市酒吧到访人员180例 酒吧工作人员4例 到访人员的续发关联人员44例 228例感染者涉及14个区和经开区 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处于发展阶段 已涉及14个区和经开区的99个街乡 续发病例涉及多个公共场所 呈现点多面广的特点 疫情仍存在传播扩散风险